橘色沙发配上奢华吧台 还有废弃球棒手套 制作的小茶几装潢大油巧思 这是台北大巨蛋内最神秘的空间 VIP包厢一共18间 但却只有2间对外开放 其他间被质疑成了远雄招待所 包厢的使用权规属爆发争议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贤卫 在脸书PO出多张截图 质疑远雄把提供大巨蛋VIP包厢 看中华职棒例行赛 当作卖房噱头吸引客户 甚至拿来招待代理商和自家员工 无视体育活动的主办方权益 陈贤卫炮身龙龙 因为世界棒球12强赛 11月10号就要开打 依照惯例得保留6个包厢 作为招待外宾使用 但台北市府在与远雄协调后 远雄还是只愿意提供两个包厢 让大巨蛋包厢 面对提问讲完没有多做回应 是真的拿远雄没辙了吗 而对于种种质疑 远雄态度强硬 强调BOT新建营运契纪约 大巨蛋所有包厢租赁数量 方式皆属营运方权限 台北大巨蛋作为全台湾 唯一的巨蛋集场馆 是举办国际棒球赛事场地首选 世界棒球12强赛 下个月登场台北市府 恐怕得加速于远雄沟通 寻求解放 被让台湾沦为国际小化 三连新闻 林波罕王亦德台北报道 一